假设两个向量 A向量与B向量的夹角为三分之π就是60度 而且A向量的长度等于2 B向量的长度等于3 是求A向量减掉两倍的B向量的长度的值为多少 好 A向量和B向量的长度呢 有了 夹角也有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定会用到的是 A向量跟B向量的内积 好 那我们先把它算起来 会等于A长度乘上B长度乘上cos呢 三分之π就是60度 好 长度2乘3 cos60度呢是1分之1 所以A跟B的内积等于3 我们等一下呢一定会用到 好 那我们现在要求 A向量减掉2B向量的长度 A向量减掉2B向量的长度平方呢 就会等于是这个A向量减掉2B向量的这个新的向量 自己乘自己和自己的内积 应该这样讲 自己和自己的内积 会等于长度乘上cos0度 那cos0度就是1 好 对不对 所以长度的平方就会等于自己和自己的内积 好 那内积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存开 就会变成A向量减掉2B向量的内积 那这边呢 自己乘自己我们就直接写成A向量长度的平方 再来减掉2B向量的内积 再来加上4倍的 这边呢 是B向量和B向量的内积就等于是B向量长度的平方 好 那这里A向量的长度是等于2 所以经过平方是4 减掉4倍的AB内积呢 是3 所以减掉4乘以3 再加上4倍的B向量长度的平方 B向量长度呢 是3 3的平方是9 好 那我们这边计算 4 然后这边加上36是40 减掉12 40减掉12是多少 28 好 所以我们的长度平方等于28 所以呢 我们要求的这个A向量减掉2倍B向量的长度 就会等于根号28 所以就是等于2根号7